第一个,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给抓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抓? 首先的话,当然这个范例难度蛮高的 所以我已经在云端上面帮各位准备了一个范本 叫做外币参考汇率查询的范本 一样是sub.andersub 那你把它Ctrl-C一下 请各位贴到Excel的模组里面 所以模组里面,你可以把它贴到上个礼拜的 如果你上礼拜有存档,如果你上礼拜没存到档 没关系,你另外再开一个新的也可以 那我另外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好了 把它贴上 那你会发现,这一个范例跟上个礼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下 第一个,上个礼拜的那个下 干脆把它放一下 我把它放在哪里? 我刚才贴到上个礼拜的范例的下方 规律下载这边 我把它贴到这里下载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我把它比较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程式在上面 下面的话是这个礼拜的 第一个不一样,都一样是Creditable 那Add Connection 一样,你会发现 这边用Test 这边用UIL 一样是分号 所以以后假设你遇到的是CSV Test指的是文字档,或者CSV 用的是Test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网站的话 网站UIL就是你的网址 那那个网址 请你怎么样 把那个网址一样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分号的后面 所以那个网址是什么呢? 那个网址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网页 上面这一段 复制一下 接下来的话,你就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讲的UIL 这边,分号的后面贴上 好,第一个就OK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想说 还有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 这个表单 其实我们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日期期 第二个条件是日期期 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那你想说按下送出的话 那各位不想有个印象 我们之前呢 有交过那个大乐透 历史资料下等的时候 当你点第一页的时候 上面这边会有个问号 In-page 等于1 有没有 按第二页 In-page 等于2 可是你说 老师 为什么 我按这个地方 按下送出查询 它下面的资料有变动 可是 上面却没有任何的参数传递呢? 有没有 跟各位讲 其实 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抓资料 其实是跟这个网页的主机沟通 talk talk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相关的参数 比如indage page等于1 end order by 等于new 等等的 把参数呢 如果明明白白写在上面的话 就是网址列的上面 这个方式叫get get ok get的话呢 我直接给主机了 直接给他的意思 那直接给他就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 反正我这个参数 你知道也没关系啊 ok 但是 我们今天的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今天 有点像输入帐号密码的时候 如果你 比如登录画面 那登录的时候呢 你输入帐号密码哦 那你可能 如果在上面呢 假设看到你的 password 跟 那个username的话 使用者名称跟 密码的话 那完了 这样人家就知道你的帐号密码了 那这样还得了 所以就别注意哦 如果 这就是第二种的沟通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呢 我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到底传了什么讯息 给主机 那第二种方式 有个专有的名称 它叫poster ok poster 所以哦 以后 如果有人要问你说 请问一下 那个 网站的那个 主机 沟通的方式 有哪有两种 你就跟他讲 哦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用get get就是上面网址 会传参数 第二种 poster poster 就是说 我的参数 不是借由上面网址 传递 给主机 而是另外 打包起来之后 透过呢 一个什么呢 一个类似封包 我就直接保存起来 然后呢 传给主机 但是你说 老师那 问题来了 诶 那这样子 我就不知道说 到底他传了什么东西 给主机了啊 那我 我就没办法去抓到 诶 那两 比如说 起器的参数啊 那我就没办法 他就下这两个资料 的参数 那怎么办呢 诶 跟各位讲哦 其实哦 如果他不放上面 他用poster的话 其实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知道 什么方式 不过难度比较高 OK哦 所以未来你们也会遇到 那怎么知道说 他下的参数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哦 可能你要学会 浏览器上面的那个 按右键 检查功能 所以如果你假设 第一个 请你在 那个什么 这个上面的表单上方 请你按右键 有个检查功能 记得用Chrome浏览器哦 如果你没有Chrome 其他浏览器应该有检查功能 按右键检查 右键检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在我们的画面的右手边哦 其实他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模式啊 这个模式 一般叫做开发者模式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主要是针对哦 写程式的人用的 难度就更高了 那其实当然这很复杂啦 我们不要全 暂时不用了 我们先跳过 那其中呢 主要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到底 他传了什么参数 给主机 那我怎么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 我跟各位讲哦 这个开发者模式 就可以帮上 什么 怎么帮忙 我跟各位讲哦 你按滑鼠右键 直接在哪里 直接在那个空白 就按右键检查就可以了 那右边会跳 那个一个开发模式哦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监控哦 我这边的浏览器 跟这个主机沟通内容的话 其实哦 他这个右边部分有一个监控的功能 有点像窃心功能 你传什么 没关系 你传过去 但是我还可以在旁边偷听一下 OK 那我要怎么偷听呢 跟各位讲 一按滑鼠右键检查 二的话呢 请你找到 上面有个清单 有没有 第一个叫Element 你们可能是中文吧 有可能是英文 如果是英文的话 叫Network 如果是中文的话 应该叫网路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 应该有吧 你们中文还是英文 英文的话 英文的话就Network 你把它点下去 如果中文 有可能同学是中文的 那你就网路 好 那请各位看一下 你右边切过来这里的话 Network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 你到这个底下 这个 这个画面底下的东西是 如果我按下送出 他就会把 到底我们 我们浏览器 跟主机沟通什么东西的内容 都会列在下面 我只要 我只要当它 列在下面 我把 他们之间的内容 抓出来 那我就知道 哦 他到底传了什么东西 给主机 那怎么知道 一按右键检查 二 Network 三 请你在这个 查询汇率地方 直接按送出 送出查询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在这个Network的下方 清单里面 它会有一些变化 下面会有一堆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的话 主要是说 到底 你 主机 你跟主机之间沟通之后 主机丢了什么东西给你 那当然我 主要要知道的 其实就是什么 到底 这个程式 哪个程式 上面这边有个程式名称 叫做 Daily FX RAM 这个程式到底 传了什么讯息给主机 所以 关键来 按下送出之后 的话 这边有个清单 请你找到最上层 最上面这个 底下这边 应该会有多一个 这个类似 像它沟通的一个清单 其中有一个程式 应该是第一个吧 叫做 Daily 其实这个名称就是这个 这个名称 就是找这个 Daily Fx RAM 其中的话 你在点它之后 如果找到就点它 你会发现 它旁边 就会跟你 显示说 到底 你 跟 这个 SERVER 时间沟通了什么东西 比如他跟他讲说 他的网址 他的Request mode 是Post 然后什么 这样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 有一个叫PayLow OK 那PayLow 其实就是 到底你们传什么参数 他就把相关的参数 放在 这边了 诶 那我就知道 原来你传了两个参数 给那个主机 一个叫做 Qreery Star Day 冒号 后面给一个日期 第二个的话 是Qreery End Day 冒号 然后日期 那你说 那这个 这个要干嘛 所以如果你已经找到这个PayLow 的话 请你把 第一个参数 选起来 按右键 复制一下 Qreery Star Day 冒号 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程式的 这边有一个叫PayLow Pay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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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到底跟主机沟通了什么参数 那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第一个参数 贴上之后的话 记得 把Qreery Star Day 的冒号 改成等号 OK 因为这边 这边记得一定要用等号 好 那还有第二个参数怎么办呢 请你在 在这个尾巴的地方加个End End的话就串第二个 第二个一样的方式 请你在把这个PayLow 这边第二个参数 选起来 然后复制一下 记得如果有空白 一定要把它去掉 不能有空白 OK 然后End 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 叫做Qreery End Day 然后把 一样冒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等号 好 这样基本上 我们应该 就可以抓到 这个网 这个网 你会发现 这个日期 是预设的 那如果你说 老师 改成抓1月份的 那你盆点代码 改一下 1月1号 到 6月9号 这个区间的资料 那最后呢 还有第三个 那请问一下 你的这个Web Table Web Table指的是 那这个网页上面呢 你的表格是要抓哪一个啊 那最后的话 我们 在 这个 原始码里面 你可以Ctrl F 所以你可能要再切回到 那个 那是Network 对 请你再切回到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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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呢 其实就是你的原始码 那我们 要找一下 那后来我找到 第三个表格 那我大概讲一下 Ctrl F 所以在Elements上面按Ctrl F OK 所以哦 这个切回来 这个就是你的原始码 Ctrl F Ctrl F 看这样 点一下这个哦 Elements 这个哦 然后再点一下里面 随便点一下 然后再按Ctrl F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针对这个 原始码里面 找找看 到底哦 我的表格是在第几个 那怎么知道表格哪一个啊 你可能要先输入一个小鱼 后面加一个Table T A 加一个 T A T A B L E 因为呢 在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它的标签呢 就是小鱼符号 然后后面加Table 那就知道说 表格 这个网页里面有几个表格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当你输入 Elements 记得哦 游标先点一下 然后按Ctrl F Ctrl F 这有点难写 Ctrl F 然后呢 这边输入什么呢 输入Table 所以 这边是1 这边是2 这边是3 这边是3 然后呢 你会显示出来哦 诶 它会告诉你说 哦 这个网页里面哦 总共有8个Table的标签 那目前停在第一个 可是我是在哪一个 你可以用上下去追踪 那我Search Nest 诶 你会发现哦 当你点了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这边会闪一下 这一个区块 是第二个 诶 那我再按下一个看看 下一个是我的资料 诶 第三个刚好就是我要的资料范围 那第四个呢 四个按一下 诶 第四个是下面 问题说老师那不是表格吗 为什么 它这个下面不是表格的 也会显示出来 那跟各位讲哦 这个表格标签哦 它不见得只是 为了放表格 它有时候可以拿来排版 也就是有些地方哦 它 主要是让那个版面看起来 比较有一个 就是要的位置板块 所以会用那个表格 我大概知道第三个 我就把那个数字给填上 填在web table 等于多少等于3 好 这样的话诚实都写完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如果我今天 要的资料范围是1月1号 我把它改1月1号 我把它改1月1号 2023的1月1号 到6月9号的话 所以我刚刚主要改三个地方哦 第一个 它的网址 所以 范本贴上 第一个网址 第二个就是这个potes 第三个就是web table 从123 好 改完之后呢 我们来试试看哦 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 1月1号到这个 6月9号的资料 诶 看一下 诶 你会发现日期 1月3号 Ctrl向下 到6月9号 总共有101列 减一100列 诶 那表示说呢 它真的抓到了 诶 你说老师那 我会更多 诶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换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2022 刚刚2022好了 然后 不过它只能一年啦 刚刚2022的 诶 1月1号到2022的 12月31算 比如说去年好了 去年一整年我想要 分析一下 到底去年的那个 美元的 跟对台币的汇率 诶 有没有波动很大 OK啊 把它执行看一下 所以它一样 一样会Sales.clear 就是要轻掉 然后去抓一整年的 不过啦 你会发现 诶 为什么它跑得好像比较糗 当然啦 因为 我们刚刚只有抓 1月到6月 大概6个月 现在变Double OK 所以 时间可能会再会久 不过还好诶 感受向上 诶 有没有 2022的1月3号 感受向上 到2022的12月30 诶 哇去年一整年 诶 不过你会发现 去年一整年 有没有波动很大 你看 2022的1月3号 它的汇率是多少 27.632 哇 你看 27 28 29 所以如果假设 你如果 去年年初买 大买的话 然后什么时候卖呢 大概等它 不这样看 好像没那么方便 我是建议还是画个折线图 所以利用上个礼拜的那个折线图 可以把它 可以把那个资料 把它画出来 但是 这个折线图 你会发现 它出来 有没有 不过它好像 只有到 到二月而已 因为它 我们好像 上个礼拜 那个 那个数字好像有变 这个 25 对不对 应该到101 101 所以这个应该改101 这边也要改101 不然那个范围 好像会是有问题 OK 然后把它 删掉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假如呢 我们 画出来 哇 去年一整年 最 嗯 这是20 这是今年的 OK 那可以马上知道说 到底那个汇率 我应该按错 应该是 应该是我按到那个 旧的那个按钮 我把它抓一下新的 新的才是100 到101 那你就可以画个折线图 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去年一整年的那个 美元的波动 到底多少 看一下 把它先删掉 美元折线图 OK 那你可以看到 不过因为质量比较多 去年的变化是 最低大概就是27.6 刚开始 然后一直标 标到往上的话 它甚至到 它甚至到 29 OK 我记得好像 应该也有到 32 那我都知道 是不是 没有往下追踪 可能就会向下 也没有到247 所以显然 我们这个城市应该 还有一个地方 需要改 什么地方呢 应该 这个 绘制折线图的时候 这个 101 或者是25 应该要改成 向下追踪 如果没有改 向下追踪的话 那变成 它那个资料 一直都会停在 固定的范围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 刚刚重点 第一个 我是拿 我云端上面的这个范围 把它贴上 那需要三个 三个那个 参数 变更 第一个就是 网址 第二个就是 参数 第三个就是 哪个 table 试试看 待会其他部分 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难度相对又比 那个上个礼拜的 哇 还要 难 难一点 OK 不过又更实用 为什么 因为 假如说你的资料 就是在网页上 那你不想说 以后用Ctrl-C Ctrl-V 每天都自己复制贴上资料的话 那这一招绝对是 非常有帮助的 OK 不是 这个表格外力都会叫 不是 这个物件 叫creditable OK 顾名思义嘛 query 就是查询 tables 就是表格 所以 这个物件 它有限制 就是只能够抓 你网页上面的表格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表格资料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用 别的方法了 那又更困难了 OK 所以 网路爬虫 这个水非常的深 OK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假设 你能够做到 你以后 什么样的网站 什么样的网页 通通想抓就抓 想 放到哪里就放哪里的话 哇 那你应该会 效率一定是 对 所以 所以 很难 所以 他使用这个 就是表格 表格的 对 所以如果是用的话 他就 进行 对 他就要用别的方式 OK 所以 这个 可是 可是 至少 大部分人家抓的都是表格 OK 如果你要表单的话 也有表单的方法 OK 也是可以哦 只是说你要换 换一个物件 有没有 就是你今天 怎么讲 修不同东西 你用不同工具 你如果它是 十字螺丝 你用十字旗子 你总不能弄一个别的 OK 这个 就 没办法 所以 这水蛮 但至少我们 至少进入了 了解了 疾病 以后 不是自己写 你跟人家沟通 你说 我想要爬这 你帮我写 至少你也懂得说 原来爬虫 会有哪些需求 要怎么做 会有不同的 方法 对不对 至少还说得出来 不然你连沟通能力 都没有 OK 至少啦 我们刚好遇到 这个需求 不同网站 会有很多种情况 发生 我们可能要主意的 去把 那个 方法找到 然后 这个网站的资料 就会破解了 OK 另外我问一下 如果说 我毕业上的资料 是 你输入 某些指 比如说 就是其他 然后它会是 自动 考读 当然让你下载 的话 这个办法也 就是让你 就去 去 接收 下载的档案 然后放到原来 当然啊 当然啊 一样 等于是说 你按下去之后 它实际上 会下载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 一个 一般主机 就是你提出需求 需求叫Request 它会有Respond 那Respond 有好几种 它Respond 像我们这个是 它把结果丢到网页里面 变成一个表格 那我们把表格抓下来 但如果它今天你 填了 然后丢一个 档案给你 那你就抓 它一样啊 在Post里面 也可以看到 那你就把 它的那个 档案的位置啊 档名抓到 你一样可以把它 存档 反正 用档案的方式去接它 然后再把它放到Excel 一样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对啊 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案 状况 那你要知道 该怎么去应对 所以这个 网路爬虫 难度其实 真的又 蛮 蛮多的状况 OK 下面的 那个 是 它爬虫的 那个 就是 它下面那些 比如说 那些 对 那些想要见 对 那 是有 有 有啊 你按F1 也会出现啊 就是你在Creditable上 按F1 它有Creditable的 一个说明 然后呢 底下的每一个 属性 Creditable本身的 相关设定 都是它底下的 那个属性 所以如果假设 你不知道 怎么设定 一样嘛 按F1 它其实有一些 相关的说明 它也会 让你知道 要怎么去做 其实还有很多 Creditable里面其实蛮多 只是说有些 暂时用不到 我就把它先 先拿掉 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真的 可以 要了解 但是蛮 花时间的 OK 好 试试看